抽樣的方法 基本上分成兩種 一種是機率抽樣法 一種就是非機率抽樣法 那非機率抽樣法就是說 你每一個母體裡面 每一個個體被抽到的機率不一定一樣 有些可能比較大 有些可能比較少 那甚至有些都不會被抽到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就稱為便利的抽樣 或者說非機率抽樣 一般就是非機率抽樣 那一般我們會這樣做 通常是由於便利性 所以通常這個會是由於便利的方便 便利抽樣這樣子 好 那第二個機率抽樣法就相對的 就是你每一次抽樣的時候 母體內的每一個個體 被抽到的機率都要一樣 那這樣子我們就稱為機率抽樣 那簡單的有這個簡單隨機抽樣法 還有分層隨機抽樣法 好嗎 好嗎